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 決勝女王 Molly Scan 史蒂夫賈伯斯魔球社群網站 以及電視劇新聞極先鋒 AKA為什麼美國不是世界上 最偉大的國家的金牌編劇 Aaron Solving 的第一部指導的電影 當然劇本也是他寫的 台灣之友 Jessica Tristan 主演 改編是Morning Bull 的同名自傳 Molly Scan 決勝女王敘述主角 Molly Bull 莫莉布魯 如何從一位滑雪選手 成為被FBI起訴的撲克公主 他在洛杉磯還有紐約 經營最奢華、最迷人的私人的局 Ajus Ava 飾演替他辯護的律師 他要幫助這個明顯是有罪的人 怎麼樣在這個官司當中盡量脫身 這部電影一開始 就會讓人非常的感受到 這是Aaron Solving 的電影 迅速大量又精彩的台詞 很快就會讓你血脈膨脹起來 藉由台詞的攻防 建立起強大的戲劇張力 角色形象非常清楚 有快有慢 節奏控制得非常好 儘管都是文系 但看起來就會像是動作片一樣的緊張刺激 這部電影跟社群網站 Social Network 很像 都是在描寫在官司當中一個受困的主角 藉由回憶事發的經過 還有第三者的質疑 一個又一個的問題不斷地拋出來 他在隱瞞什麼?捍衛什麼? 他為什麼要這麼做? 他又是怎麼樣會走到現在這個局面的? 劇情算是有一點複雜 在電影的前三分之二 這個主角有些地方是沒有解釋清楚的 直到最後幾場的高潮戲 我們才會豁然開朗 才理解主角內心的糾結有多深 它是一個結局非常精彩的電影 但是這樣子的劇情安排 就顯得中段有一點過分的皮蛋 他沒有把主角的迷思 以及低潮 用更好的方法去呈現出來 結局上Aaron Sokin 給了一個富有情感 然後又相當有深度 同時帶有哲理的一個結局 這部電影的中文藝名叫做決勝女王 那她的確是一個在講人生勝利主的故事 相較於我在看完這部電影之後 隔天在看的老娘叫坦亞 Molly她當然是一個贏家 可是從她在滑雪比賽中被樹枝絆倒的那一次之後 她不斷地在面對一次又一次的失敗 縱使在這部電影中 看起來她想要做的事情都可以做得到 但是倒霉事就會一直發生在她的身上 而往往一輸就要一切從頭開始 最後落到電影開始要被起訴的局面 她本身不參與賭局 但她的人生就好像一直在賭桌上面 不斷的O-In一樣 經不起一次的失敗 電影的最後引用邱吉爾的話 成功的關鍵在於能夠一再失敗 卻不失熱忱 但我卻覺得Molly需要的就是一次真正的失敗 才有機會逃離她那個看起來很成功 光鮮亮麗 但實質上卻失敗透頂的人生 電影中她的事業最輝煌騰達的時候 就是她過得最糟糕的時候 完全需要靠著藥物來支撐她自己 可以說她被自己所建立的遊戲給吞食了 傑西卡崔斯坦她繼影迷之間口碑極高的功敵必救之後 再一次飾演一個大殺四方的女強人 她從凌晨密令或者是星際效應以來 就是一直飾演一個不服輸的女強人專業戶 那個角色她非常的駕心就熟 表現得非常好 牆中帶硬也能適時地展現出她角色內心的情感 跟Aaron Sokin 的劇本也是滿合拍的 只是我覺得這部電影不是Aaron Sokin 自己來導 而是讓其他更好的導演來導的話 她的表現可以更出色更精彩 那個角色的發揮有一點被這個故事給埋沒了 E-Jose Ava 和 Kevin Costner 都替這部電影加了很多的分數 雖然戲份不多 但這兩個人都在結尾起到很大的作用 喜歡這兩個演員的觀眾 是可以期待他們在這部電影當中的表現的 電影中提到亞瑟米格的《熔如》這個劇本 我來簡單介紹一下《熔如》又稱激情年代 是美國劇作家亞瑟米勒在1953年寫的一個劇本 講述一個17世紀在薩勒姆審判女巫的案件 最後主角為了自己的名譽 不願意接受被捏造的罪名而選擇被吊死 才說出了那一句被主角引用的台詞 這個劇本當然也曾經被拍成好萊塢的電影過 因為這就是我的名字 《決勝女王》的確是一場非常爽快的觀影經驗 我喜歡這個劇本也喜歡這個角色 你會非常喜歡這個主角在裡面的表現 好演員、好劇本、好故事 我覺得在畫面還有聲音上面沒有太搶眼的表現 是有一點可惜 我會推薦這部電影給喜歡傑西卡、崔斯坦的觀眾 以及喜歡Aaron Sulkin那種連豬炮式的劇本的觀眾 《決勝女王》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 喜歡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還有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再按一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一件或者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幣頻道 祝你有個美好的一天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